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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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多人啊 原來大家都是坐這些時間的飛機 我們的飛機場OOTV 今次是穿了劍帽 還有我也不知道多久的褲 到你了 好,我穿了T恤 又要穿了 炎褲 真的嗎? 你是不是瘋了? 其實是他 金先生跟我說 她的行李是類似一個黑色行李 好像這個 上面有一條藍色帶 你不認得自己的行李嗎? 是啊,所以靠這條藍色帶很重要 救命啊 現在等我的行李就可以了 緊張嗎? 我不是要按嗎? 咦? 就是這一張 它好像那些優柔卡一樣可以刺 每一次最多是用一千元 然後每一天最多用三次 抽獎的地方是拿完行李一出來就看到了 這個由台灣金福器 很多人排隊 跟著排隊就對了 我們現在搭鐵運出台北那裡 因為今天下雨 我們應該會直接轉的士去酒店 Check in 之後今天的行程沒有什麼 可以跟大家room tour一下 然後就去吃一個牛肉麵 它是2025年的位置已經敷了 然後我後面皮去IGDM店家 問它可不可以有些位置摺到 嘩我真的很想吃 然後它就說有個戶外的位置 不過我不知道現在下雨 可以不可以 有觀眾是同一個方法 我教他這樣做 他是成功在月頭吃了 他是說有個地方安排它 又是下雨 所以應該都不怕的 期待嗎? 期待 我們這次住在403號款 打擾了 是 是 帶大家馬上看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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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今生日可以和兩個行李箱一起 站在懸關的位置 然後廁所呢 啊 它就沒有浴缸的 剛剛進來的時候見到什麼都沒有 我以為要自己準備 原來在櫃桶那裏 有朗後杯 也有牙刷 梳 梳 剃刀等等 下面呢 就會是封筒 然後呢 就會有 沐浴露 和 shampoo 所以這個廁所 雖然不算很多設施 但你要的東西 全部都有 如果我們兩個行李箱 放在旁邊的話 是完全 很多空間 然後就有個 衣櫃呢 是燙的 就是這樣 有個甲碼 然後 旁邊這裏 會有個 mini bar 雪櫃裡面 是 什麼都沒有的 對了 總之就是 正正常常的一間酒店 這裏看出去呢 就沒有景 想著住在台北都不會有什麼景 所以 不管了 簡單的room tour 完成 完成 這次訂購這間酒店最大的特色 就是在Lobby那層 是有免費的Pantry 它這裏呢 是會有些曲奇餅 玫瑰茶 還有呢 應該是咖啡 有什麼杯麵啊 哇 有蘋果汁喝啊 OK啊 全部都不用錢的 有肉燥杯麵 排骨杯麵 還有呢 是有這些零食 都蠻好的 旁邊是有一張 鋪台 還有 啊 我喜歡玩啊 這個 足球機啊 好了 現在搭半了 我們叫車吧 超級大雨啊 你好大哥 謝謝 我們到了這個村 啊 應該在那裏下面 我們看一下 這個水牌 30號 門前忍尾 還有一星零店 好 這裡還有很多不同的餐廳 那類啊 好美啊 如果不下雨 一定會超美啊 對 為什麼會下雨 不要緊 我們預約到已經很好運了 就是這裏了 好美啊 下面 超級無敵 狼輩中 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 我們終於坐下了 終於有法式 對 我們今早 幸好 在機場排隊 我們還有少少的時間 吃了一個 少少的早餐 對 對 如果不是我們是由10點到現在 晚上6點多 都是沒有食物的 所以我們剛剛坐Uber 旁邊經過所有的攤檔 看到食物都很好吃 沒錯 全部都很想吃 只會流口水 對 然後剛剛看過餐牌 所有東西都很想吃 今天我們要不要點小吃 他說什麼 我們都說好 對 真的太餓了 這一餐是超期待的 對 這裡叫做門前忍味 對 我已經預訂了 我想差不多年多之前 已經很想吃 我不知道怎樣預訂 然後他又要有台灣的電話號碼 我又沒有 然後我就唯有IGDM他們 然後他們超級好 他們問我有什麼時間 然後他們安排到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位置 好像拉麵店那些 是 因為旁邊有人 我就不太方便拍攝 這個環境 我想一會兒會不會 可能少點人 拍給大家看 周生的麵到了 他跟我的分別 就是他喊了一輩子 這裡的套餐裡面 會有一個 春雨飯 是這個應該 是觀眾超級脆敗的 然後他就有冬骨茶 然後牛肉煙 沒有一個濃郁的程度 就知道為什麼我會 鐵而不捨 都要煮這裡 他的瘋面是這樣的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金山的細麵 他的牛是軟到你一刺下去 看不看到啊 超級無敵 軟 還有看下去那個厚度 已經是超級吸引 然後他還有一個 極入味的龍白 然後呢 還有這個樣子的牛 他不是只有這款牛 我覺得一下機吃這個已經是 把那個曲線拉到最高 我以為下機是會吃一些 隨隨隨隨吧 不錯的東西都OK的了 我沒想過是可以這麼 這麼頂的 那個蘿蔔好像醃了七七四十九天 那樣 那個蘿蔔很誇張 那裡面是 如果大家來台灣 是會吃其他牛肉麵 我覺得是沒有衝突 你可以吃平時清燉牛肉麵 然後外面的紅燒牛肉麵 和這個會是不同的世界 我們現在是 我最喜歡的光纜大批花 因為我覺得這裡買東西是很便宜 所以一定會先過來這邊 價格先的 有我很喜歡很喜歡看的文具 雖然現在已經沒什麼用 但是我以前呢 是留下過很多台幣在這裡買筆 我做地勤的時候呢 經常在這裡買這些 刷得粒的筆 是大手入伙 我真的太老了 我現在呢 原來連面膜都可以刷得掉的了 打開的時候呢 它是 這麼粗的這裡 我如果小時候有這些的話呢 我應該會全部顏色都買 但是現在就很少用了 它有很多很多護膚品 我有一年呢 在這裡是完全迷失了 我是走了 三個小時 哇 這個面膜牆 我以前呢 很喜歡用天生雪蓮這一盒的 好久沒用過了 隔了這麼多年沒有走呢 好像一個時代的眼淚 大家記不記得 趕完糧了 菜瓜水 我想年輕的觀眾 應該不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這個是以前超級無敵的 這次我來台灣的購物肉 不是很強的 我到現在 都沒有什麼是特別好想買 我以前很喜歡買這個洗臉的 特地來台灣呢 是大手入貨 因為很便宜 哇 我猜不到這裡會變成一個充滿回憶的地方 我想是走到這裡應該有很多東西想買 我只是找到很多回憶 就是這個200G的空間 也是我以前很喜歡的 我小時候是不知為什麼不生暗瘡 但是很喜歡在這裡買暗瘡貼的 現在呢 我唯一在這裡有興趣的東西 竟然是洗衣珠 因為這個牌子的洗衣珠 在香港買沒那麼便宜 還有沒那麼多味 我看到一個玫瑰加青檸 好像很吸引 怎麼辦 我是不是真的變了主婦了 這位小姐已經沒有手了 我全部都是手信來的 我買這個呢 是小朋友用的防曬 我現在全部朋友都有小朋友 我的兒子 我表妹的女兒 然後我朋友的兒女 還有你的兒女 所以我掃上他們全部的貨 也不太多分 因為實在太大雨 買完東西 我們就回到酒店了 然後第二天 在台灣住的朋友 帶了我們去一個很好玩的牧場裡的動物 是超可愛的 而且他也帶了我們去一些很當地人會去的餐廳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繼續追我們的台灣Vlog的話 就不要錯過了 我們StayTune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